11月1日,告知崔荣仔上传了一张隐私本次发来的短信截图,告知其有人在卖爱道我们的私人账号信息,崔荣仔发文表示,这个很讨厌不要再做了。 停止吧,忍耐是有限的,每天都有不认识的人联系心情会好吗?同时他还肯,会从现在开始,会收集截图放出来。在这之前,崔荣仔就曾发文请求私生,不要再给自己发消息了,希望大家都能理智追星。 AXO Worldwide Union AXO全球粉丝联合会,发声明抵制2018Mama颁奖典礼,希望每个人都能合作,并表示对历年投票公正性的合理怀疑。此前,网铺外界和SM将不会参加今年的Mama。 昨晚,歌手魏如轩在微博晒出新生宝宝的脚印照,并宣布生子,路易斯平安抵达,51公分,3480公克。 据悉,魏如轩和男友龙晨汉交往6年,今年5月份宣布怀孕,恭喜啦。 巨星惊爆,11月1日,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刘欢病危的消息,对此,有记者联系多位曾与刘欢有过合作的人。 对方军表示,并未细表演,而今段时间流传的刘欢满头白发的照片,也为16年时与高晓松的合影旧照,有亡大陆和林远主演的电影《易闻定情》,曝光定当海报和剧,电影改编自多甜薰漫画淘气小青青,假数女高中生云相勤,勇敢追求天才少年将绝数的爱情故事。 这个漫画,已经被翻拍过许多次了,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亮点,不知道这次的电影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? 据悉,电影《易闻定情》,目前已定到2019情人节,一起期待吧。 11月1日是服务员爱30岁的生日,老公将红鞋晒出一家三口合影,还调皮表示借女儿买了1岁生日蛋糕为服务员爱情生,爱将生日快乐呀。 有网友在屏股金海湖偶遇赵丽颖和冯绍峰,照片中,冯绍峰穿着褐色夹克,头戴牙蛇帽,而赵丽颖则穿着厚厚的白色羽绒服,衣着宽松,脚下还穿白色运动鞋,二人一路先受狂扫狗粮,橘子军独家福利。 关注橘子于微信公众号,主持有了发送逢上方,查看明星独家新闻,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大装,快关注起来吧。 陈曼为一辆天喜,拍摄的时尚大片新鲜出炉,四字弟弟表现力杠杠的,不过看图之后,粉丝们都说四字弟弟叫不出口了,长大了长大了,重新坠江公交,已找到三名遇难射一起, 身份已全部确认,仍有两人失联,目前,仍无,公安,海市等相关单位,以及长江沿县相关区县,继续搜寻失联人员,真的希望那两个人是获救了。 人民日报,福林占菜11月1日,晚间公告,销售公司上条80克鲜翠菜丝全国版,北京版,80克原味菜片,80克鲜翠菜丝量饭,80克原味菜片量饭,80克鲜翠菜丝量饭, 昨天深圳华强乘欢乐股欢乐弹线,突发辆车相撞事故,现场乘客表示,辆车是因为系统故障原因,导致三号车和四号车相撞,辆车乘客有20人左右,事故造成一人头部受伤,一人腰部受伤,被送往医院,其他乘客轻伤,前段时间去深圳市,橘子军还做过这个欢乐弹线, 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泡养,还记得和大家说的一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吗? 昨晚孩子家长回应了,走红是个意外,想要低调处理,孩子就读幼儿园则表示,他平时在学校表现很棒,灵魂在光线飞机,每日地裁橘子军独家福利, 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,主持有了发送冯上方,查看明星独家新闻,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,快关注起来吧! 去吧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